命运的驱使下 男人死后意外重生 再次见到了自己前世的老公 一个雷雨交加的夜晚 一辉收到哥哥关心的消息 但自己却没有跟他说实话 忍受着身体的疼痛给老公打去电话 却一直没有接通 多次尝试后都是如此 最后一个电话拨出去 只听到系统传来提示电话关机的语音 回想着周静恒那些朋友说的话 一辉留下绝望的泪水 接着感觉像是在梦中 听到有人在说话 抬头看到一个穿着白衬衫的男人出现在眼前 一辉以为是他救了自己 男人凑上钱是你来拯救我 我们要成为一体 不然妈妈和妹妹会伤心的 听着她的话一辉瞬间被吓到 男人告诉她一辉已经死了 从今以后 这个世界只有江一辉 接着一辉猛的惊醒 旁边妹妹被她吓一跳都要骂人了 妈妈赶紧出来 一忙别凶你哥哥 接着过去安慰一辉 醒来的这半个月 还是不习惯这具新的身体 本以为重生是梦境的舞 现在越来越分不清现实了 妈妈准备帮她扎一下凌乱的头发 此刻一辉还有些分不清 自己到底是谁 是原本的一辉 还是阴郁自杀的江一辉 接着跟妈妈说 想要把头发剪短一点 妈妈告诉她剪了就续不回来 一辉心意已决 旁边妹妹也过来助攻 于是妈妈只好同意 剪完头发后妹妹拿来镜子 快看快看 我就说嘛 短头发帅多了 看着 镜中的自己 一辉十分惊讶 换了个发型 竟然跟前试得自己有八九分相似 难怪江一辉会选自己 帮她照顾家人 既然现在占用了江一辉的身体 就要替她好好活下去 接着告诉妈妈 自己想参加前面她说的 那个绘画比赛 另一边颁奖典礼现场 主持人宣布 本届金花奖最佳男主角的得主是 周静恒 颁奖典礼结束后 经纪人拿着行程安排表 过来告诉周静恒 给他订了十一点半 前往S市的机票 周静恒一脸疑惑 谁说我要去S市 经纪人告诉他是一先生写的 旁边还写了会在家等您 周静恒看了下通话记录 并没有一辉的来电 这么重要的日子 连个电话都不打 还想让我回去 难道是在家里为我准备惊喜 小傻子 就知道耍些没用的小行计 接着告诉经纪人 那就回去吧 省得他又哭哭叽叽找他哥告状 然而回家后却并没有看到一辉 周静恒气得开始 拿一辉的网友出气 一辉 有能耐你就永远别回来 接着郁闷跑去喝酒 朋友看他火气这么大 开始对他一顿调侃 周静恒十分气愤 不会说话可以逼腹 一辉这个傻子 不就是今年生日没陪他吗 居然敢跟我闹脾气躲起来 气鼓鼓出来 朋友安慰他那些人的话 不要往心里去 那些家伙好吃懒 做啃家里老本 看见一少爷跟了 您不知道有多眼红 您犯不着跟他们生气 听着他的话 周静恒一个眼神过来 你也认为 是我高攀了 朋友慌忙解释 哪能啊 您和一家小少爷 那是狼才狼貌 天造地设的一对 走吧 我亲自送您出去 出来后看到好友杨承轩 大影帝 我刚来你就要走 不说好给你庆功吗 周静恒觉得他来的正是时候 让他送自己回家 杨承轩都无语了 什么鬼 你拿我当顺风车司机啊 看他心情不好的样子 杨承轩 问他是不是和一家小少爷闹别扭 周静恒露出不懈的笑容 他也配合我呢 最后还不是哭着喊着求我原谅他 听到杨承轩说方又卿要回国了 周静恒十分激动 不要拿这件事跟我开玩笑 杨承轩告诉他没开玩笑 已经查到他的航班信息了 方又卿回国那天还约了周静恒 地点是当年举办婚宴的餐厅 看着这个餐厅周静恒就想到了一挥 他很喜欢这里的玻璃穹顶 跟自己提过很多次 要是他再听话给 也不是不能再陪他来一次 周静恒现在很红 方又卿也是恭喜他得偿所愿 如今二人都实现了各自曾经的目标 得知周静恒结婚了 方又卿似乎还有些放不下 嘴里一直念叨着 你结婚了 你居然真的结婚了 你开心吗 周静恒赶紧让司机送他回去 接着准备打电话给一挥 只要我打过去 就能把小傻子叫回来 偶尔第一次投也不是不行 这时收到程飞驰的电话 听他问到一挥在哪里 周静恒开始话里有话 一夫人留了那么多财产给他 兴许在哪里逍遥快活了 程飞驰告诉他没有 你是他的伴侣 他最后联系你是什么时候 一番交谈后 程飞驰告诉他自己半个月出国前 看到一挥给自己发的一条短信 他说 一挥和妹妹来到京城参加比赛 妹妹急匆匆就要跑去见自己的偶像 一挥赶紧上前拉住他 妈妈还在酒店等我们回去 我是来参加比赛的 要合理安排时间 妹妹觉得他还真是一天一个样 前几天还在洗澡早吃饭饭 今天就知道合理安排时间了 一挥被他说的都不好意思 妹妹表示自己就是随口一说 刘医生说你现阶段发生什么改变都稀奇 接着前面一辆轿车停下 现场都是周静恒的粉丝 这下一挥反应过来 原来一芒的偶像是周静恒 看到真人后 一芒十分激动 真人比照片里还好看 我的天啊 怎么会有这么完美的人 突然注意到旁边的哥哥哭了 一挥怎么也没想到 重来一世 竟然也躲不过相遇 回想起了前世第一次遇见周静恒的时候 那时候在给妈妈作画 因为妈妈想看春日里的花 想着要快点画出来给他看 这时窗户突然被人打开 劳架 借你贵宝第一度 你哭什么 是我吓到你了吗 周静恒赶紧上前安慰 我长得很凶吗 对不起 别哭了 一挥告诉他跟他没关系 看着他画的画像 周静恒夸他画的不错 下回帮我画幅肖像画吧 我叫周静恒 这是我们俩之间的秘密 不要告诉别人 一挥抹了抹眼泪 其实早该明白了 自己跟他从来不是天定的缘分 只不过是自己凭着回忆抢求罢 接着告诉妹妹自己没事 就是被风沙迷了眼 晚上和爸爸电话时 周静恒问他一挥的下落 和一挥的联姻是当初爸爸一手策划 为的就是利用一家的关系 和各家大佬笼落关系 周静恒问他这回又有什么阴谋 打算把我妹妹也嫁出去换钱吗 有这个闲功夫 还不如增强一下业务能力 爸爸一听十分气愤 周静恒你是我的儿子 我的决定还轮不到你来治活 如果周日我见不到一挥 你的戏也不用拍了 挂完电话后 周静恒心情十分低落 感觉自己不过是爸爸手里最衬手的工具 梦中看到了一挥 虽然他跟自己认错 周静恒也不打算就这么放过他 得让他吃点苦头 突然一阵电话铃声响起 周静恒猛的惊醒 接通电话后 助理告诉他找到一挥了 在市郊外的一座山上 周静恒让他赶紧把人带回来 助理支支吾吾 带不回来 城北郊外的清代山 尸体找到了 一直被他当作小傻子的一挥死了 周静恒一时间无法接受当场科学晕倒 一挥住宅处 警方封锁了现场 法医鉴定 死者死因是缺氧 加上体温过低引起的心脏骤停 周静恒赶到现场就要冲进去查看 让开 我是一挥的家属 程飞驰看到他当即来火让他滚 此刻周静恒还是不敢相信 什么命案 人是被你带走了对不对 让我见见他 程飞驰直接给了他一拳 你装什么 他怎么死的你不知道 周静恒倒在地上浑身颤抖 嘴里不停念叨着他没死 叶青上前拉住程飞驰 犯不着跟这种人较劲 小灰还在等着我们呢 周静恒一把拉住叶青的衣服 叶前辈 拜托你 求你让我见见他 就五分钟 程飞驰都想再做他一顿了 小灰的最后一通电话是打给你的 但凡你舍得给他五分钟 他就不会孤零零死在这座荒山上 他满心满眼都是你 你又是怎么做见他的 周静恒十分委屈 我是他的未婚夫 你们不能阻止我 叶青在旁边都要看不下去 程飞驰告诉周静恒 现在婚约已经作废 从今以后别再来打扰我弟弟 周静恒跪在地上难以接受这一事实 这时看到前面有人拿出来一幅画像 画像上的人正是自己 看着这幅画像 周静恒就会想起那时一辉 说在生日时要给自己一个大大的惊喜 看来就是这幅肖像画 万千思绪涌上心头 周静恒当场可喜 旁人看到赶紧让人叫救护车 朋友过来看望他 听他问到一辉在哪里 朋友告诉他司法程序走完后 人就被程飞驰带回京城了 外面几个朋友还替他感到高兴 死了正好 周少宁不是也讨厌他吗 我们觉得那个傻子根本配不上您 周静恒听后直接都要骂人了 朋友赶紧把那几个人赶出去 不过也不怪他们 平时你对一辉爱答不理 圈子里的人都以为你讨厌他 没想到一辉一死 你反应还挺大 都闹到医院来了 周静恒一口咬定一辉没死 朋友也知道他很难过 安慰他人还是要向前看 你看你演艺事业发展的多好 一觉不振不像你的作风 而且方又轻都回来 这是周静恒收到假日酒店的电话 工作人员告诉他有一个 以他和一辉先生的名义定下的蜜月旅行 开始时间是上个月的22号 周静恒反应过来是自己生日那天 工作人员告诉他 因为一先生的电话打不通 明天是行程最后一天 二位还要来度假吗 听到周静恒要去 朋友都惊了 蜜月是新婚时候去的吧 你们两年正都没领 况且他人都已经 周静恒当即拔掉针管 我今年22岁 可以结婚了 朋友觉得他简直是疯了 跟一个死人结什么婚 此刻周静恒依然觉得一辉没死 他一定在鸿鸣岛等我赴约 他一直说小句 这次我不能再失约 看到一辉写给自己的求婚信 周静恒这才明白 原来小傻子是那么的爱自己 在去鸿鸣岛的飞机上 周静恒想起了三年前 和一辉坐飞机的那次 那时他看起来很害怕 周静恒奇怪 他平时都是怎么坐飞机的 一辉告诉他就是闭上眼睛 握紧拳头忍一忍就过去了 此刻周静恒幻想着一辉就在自己身边 这次不怕 老公在呢 报警我就好了 旁边小女孩看他对着空气说话 觉得十分奇怪 妈妈赶紧示意他安静 别一论叔叔 不礼貌有 来到鸿鸣岛度假的地方 工作人员带他来到一辉亲自布置的房间 住二位百年好合 床上放着一对戒指和一封信 周静恒拿起信件 是一辉写的 亲爱的老公 生日快乐 我们结婚三年了 恭喜你如愿以偿 在影视圈取得了很棒的成绩 我也一如初见那么喜欢你 听哥哥说 没有领证就不算真正的一家人 本来想等你先开口的 可是你那么忙 万一忘了怎么办 看在我年纪比你大的份上 还是我来向你求婚吧 周静恒先生 请跟我结婚吧 爱你的一辉 读完信后周静恒的眼泪再也止不住 现在答应还来得及吗 绘画比赛这边 一辉已经完成了画作 但是却不经意间又想到了周静恒 难道是以前画多了 接着赶紧举手 老师 我交卷 老师告诉他不用举手 画留在原位就好 接着一辉带着工具赶紧就要回家去 这时听到身后有人叫自己 江一辉 我叫你怎么不理我呀 看一辉不认识自己的模样 同学都醉了 差点忘了你大三休学了 看来他是原主的同学 想着跟他待久了一定会露馅 于是一辉就准备开溜 但下一秒就被他拉住 咱都多久没见了 一起吃个饭吧 还有几个学弟学妹也在京城 正当一辉不知道该怎么办时 突然有个人过来找唐文西 一辉像是看到了救星 在看到一辉的那一刻 男人愣住 一辉 你不是已经 这下一辉反应过来 他是周静恒的朋友杨成轩 明明已经很小心了 为什么还能遇见跟周静恒相关的人 于是一辉赶紧说 妈妈和妹妹还在等自己 得先回去 唐文西告诉杨成轩 那是自己班上的绘画天才江一辉 不是什么一辉 好不容易遇到 你把人给我吓跑 杨成轩还是觉得不可思议 这人跟死去的一辉 长得也太像了 简直像到匪夷所思 机场这边 助理追着周静恒跟他说行程 但周静恒却让他都推了 接着看向手上的戒指 我有更重要的事要做 这事旁边一个人匆忙经过 周静恒瞬间被他吸引了注意力 看清那人的长相 后周静恒瞪大了眼睛 灰灰 我就知道你还活着 回想起一辉死前 最后一通电话是打给自己 周静恒崩溃大哭 看到那张和一辉一模一样的面膏 周静恒赶紧追了上去 路上突然遇到热情的粉丝 纷纷要给他送礼物 周静恒赶紧叫助理过来救场 助理告诉大家 今天是周哥的私人行程 麻烦大家体谅一下 信可以给我 礼物不能收的 周静恒趁机继续去追那个人 但此时人已经不见了 接着周静恒让助理赶紧去掉机场监控 助理都猛了 这大少爷又整什么妖蛾子 来到监控室看到一辉的画面 周静恒赶紧让工作人员放大这个人 助理奇怪一先生不是已经死了 周静恒确认那人就是一辉 快去帮我查他的航班信息 助理告诉他这世上的人有千千万 相似的面孔更是不计其数 那不是一先生 您认错人了 周静恒却坚信自己没有认错 没有人比我更清楚他的神态动作 我绝不可能认错 即便助理强调明天人就要下葬了 周静恒还是听不进去 这时收到电话 周静恒先生 这里是警局 一辉先生被害的案件有了新的进展 嫌疑人与您有社会关联 需要您配合调查 来到警局那些人都是周静恒的朋友 他们表示当时就是想捉弄一辉 所以把他锁里面 原本是让他在那里等周少的 哪知道他那么傻 连个求救电话都不会打 到这里已经调查完了 周先生 他们三人过失杀人的行为与您无关 我派人送您出去 这时周静恒轮起椅子 过失杀人怎么够 我要他们偿命 接着就朝他们砸去 朋友们慌忙道歉 周少劳命啊 我们是看您讨厌一挥 才想替您出气的 周静恒愤怒的上前揪住他的衣裏 忏悔的话 你应该说给灰灰听 挥起拳头就要打人 警察赶紧上前制止 快把他靠起来 周富来到警局猛的给了周静恒一巴掌 你真是翅膀硬了 警局里面都敢动手 周静恒看到他就开始话里有话 周富也不想跟他在这里吵 小灰这孩子福薄 跟你有缘无分 本来想着等到你满22岁 就去把证明了 周静恒告诉他 现在举办婚礼招告天下 也不是不行 周富觉得他简直是疯了 活人跟死人怎么能结婚 家里最近在跟谭氏企业合作 他们家有个小儿子 过几天安排你们见一面 周静恒却不同意 没有人能代替一挥 我这辈子只会跟他结婚 周富觉得他这是在说气话 当年让你跟一挥在一起委屈你 眼下婚约自动解除了 我有什么好委屈的 当年一家帮周氏集团起死回生 我们应该感激一挥 怎么能轻易把他忘了 周富却坚持说一挥的死 和周家没有半点关系 让他出去后别乱说话 周静恒起身 不 一挥的死我跟你都脱不了关系 他最后的求救电话是打给我 我才是害死他最大的凶手 看来一挥对周静恒是彻底死心了 告诉医生决定重新开始 回家后一挥找到心理医生 刘医生 我没办法话人吧 医生问他是指世界上的所有人 还是某个特定的人 可这次去京城 我又遇见了他 医生表示可以帮他摆脱 那个人带来的影响 但前提德知道 他是真的想彻底抛弃过去 还是想像从前那样掩耳盗铃 在别人看不见的地方 偷偷注视他 一挥犹豫了一会儿 医生 我要彻底忘了他 然后重新开始 半个月后 周静恒正在剧组调着威亚拍戏 突然想到了之前和一挥 在一起时的场景 一挥给他看了手相 你的生命线很长很长 比我的长多了 但是爱情线有一点点短 叫爱情 一挥修红着脸 知道啊 就是想跟你天天在一起 不抱着你就睡不着 于是周静恒问他那个玩具小熊 你还天天抱着他睡觉 难道你也爱他 一挥告诉他那不一样 他是我的朋友 你是我的老公 老公的每部戏 我都会像今天一样来探班的 想到这里周静恒就流下了眼泪 骗子 说好每次都来探班的 这时威亚突然松了 周静恒猛地掉了下来 接着被送到医院 杨成轩觉得他还真是不让人省心 拍个戏把自己搞成这样 周静恒倒不觉得这有什么 我拜托你调查的是有结果吗 杨成轩告诉他 圈内出了程飞池 没人知道一挥葬在哪里 看来那位大少爷 铁了心要斩断你们的联系 接着安慰周静恒还有方又卿 他周末正好有作品 在京城美术馆展出 我们一起去给他撑撑场面吧 周静恒直接拒绝 我要工作 杨成轩奇怪 之前都不见他有这么忙 周静恒拿起手机 看着一挥的照片 我一闲下来就控制不住自己 我想一挥 想得快疯了 杨成轩看他也是无奈叹气 兄弟早至今日 当初又何必对一挥那么狠 现在才认清自己的心 真的太晚了 一挥在绘画比赛中拿了金奖 妈妈十分开心 准备晚上给他做好吃的 问他晚上想吃什么 一挥觉得还是听听一芒的意见吧 这时听到一芒生气喊叫的声音 原来是得知了周静恒调威亚受伤的消息 剧组还不让粉丝知道 一挥还觉得有些奇怪 他不是都不接飞来飞去的动作戏吗 之前还因为这个被黑粉骂不尽业 不过现在听到他的消息已经不会心慌了 看来刘医生的治疗很有效果 总有一天 我会把他彻底当成陌生人 现在我的家人才是最重要的存在 接着便开始安慰一忙 突然收到唐文西的电话 一挥 你给京城美术馆授权了吗 他们要拿你获奖的画作展出 一挥一听十分震惊 怎么会这样 那是我的作品 我不同意 我马上动身去京城 跟着朋友来到展厅 周静恒再次遇到了那个何一挥长得很像的人 晚上周静恒做了个梦 好像听到了一挥的声音 回头看到的场景是自己和一挥第一次约会的时候 一挥很喜欢周静恒送他的这个小熊 反问周静恒喜欢什么 听他说喜欢安静没人打扰的荒山 一挥就决定等外话有钱了 在清代山上建一座小房子 到时邀请他过来玩 这时周静恒又想到了那个电话 仿佛看到了那晚一挥躺在地上 绝望地给自己打电话 冲过去想要抱住他 然而却直接穿了过去 周静恒留下伤心的泪水 谁能来救救他 之所以喜欢抱着小熊睡觉 是因为这是自己送他的 喜欢养白雪花 也是因为自己喜欢白色 去了那座令他丧命的荒山小屋 也是因为自己随口一句地敷衍 你奋不顾身地爱了我三年 而我却利用你 欺骗你 伤害你 在你最需要我的时候 毫不犹豫地选择别人 灰灰 我真是一个既愚蠢又狂妄的混蛋 赎罪的机会 我是不是再也不会有了 这天周静恒跟朋友来到方又卿的画展 方又卿关心他头上的商业有没有好点 准备带他去休息室涂样 却被周静恒躲开 你先去忙自己的事 不用专门陪着我们 于是方又卿也不好再多说什么 朋友看他这样开始好言相劝 我费尽苦心把你带过来 你可得争气点 周静恒表示自己来这里是看在朋友一场的份上 没有他想的那层意思 这时看到旁边一幅画 感觉这笔触好熟悉 朋友还在旁边想撮合他和方又卿 周静恒直接打断 会会不会同意我跟别人在一起的 我也绝不会背叛他 这时听到后面有人在跟宝安闹 我是这幅画的作者 我不同意展出 我有权利把他带走 宝安觉得他就是来闹事的 一辉直接闯了进来 突然不小心半倒 周静恒及时把人扶住 小心点 一辉赶紧跟人道谢 仔细看清那人的脸后当场愣住 二人都满眼不可置信地看着对方 通过那幅画的笔触 周静恒确信将一辉就是一辉 看到那张熟悉的面孔 周静恒紧紧抓住一辉 辉辉是你吗 一辉赶紧推开他 我不是 你认错人了 周静恒注意到他的右手上 没有那个烫伤的疤痕 两年前自己因为愤恨不平 故意打翻开水 浇在小傻子的手上 从来没有受过委屈的他 当时一定很痛满 杨成轩上前奇怪 他不是唐文旭的同学吗 一辉不想与他们多说什么 抱着自己的话就要走 我不允许展出 这幅画不能给别人看 杨成轩十分惊讶 刚才看过的那幅破晓是他的作品 周静恒上前拉住他的手 我可以联系人帮你撤话 但你要跟我走 杨成轩劝他清醒一点 我知道他和一辉长得很像 可真正的一辉已经死了 听到这句话 周静恒的大脑顿时觉得刺痛 方又轻见状赶忙上前关心 静恒 你怎么了 是伤口疼吗 我这就带你去休息室 一辉看着方又轻 他就是周静恒的初恋吗 确实比我强多了 抱着话就要离开 我只要我的话 如果有什么意见 我们可以法庭上见 周静恒此刻依然想要留住他 灰灰 别走 回家后妹妹赶紧上前抱住他 哥哥 你终于回来了 周富看到他开始话里有话 还知道回来 我还以为你这一辈子 都不会踏进周家的门了 周静恒也是直接回击 不劳您费心 我拿了东西就走 周富顿时被他气到 你这什么态度 把家当旅馆 想来就来想走就走 妹妹对此也是不解 哥 你怎么回事啊 我刚回来你就这样 是因为爸爸逼你去见谭家小少爷吗 周静恒让他不要乱想 我会经常回来看你的 我不在的时候 妈妈的房间就交给你收拾 妹妹赶紧抓住他 哥 我知道你对那个傻子 不是完全没有感情 但你也不能因为他的死 伤害自己的身体 妈妈在天上看着会心疼的 周静恒让妹妹不要叫他傻子 很抱歉 是哥哥以前的态度 影响了你对一辉的看法 他是一个很好很好的人 我不应该因为周家用联姻束缚了我 就将一切的罪责归咎于他 妹妹问他那应该叫什么 周静恒告诉他叫嫂子 我是你哥哥 他就是你唯一的嫂子 小月 哥哥从来没有正视过自己的心 现在后悔已经晚了 希望你能以我为戒 不要做别人手中的傀儡 尽早选择自己想要的人生 与真正束缚我们的东西抗争到底 来到画室里看着一挥画的那些画 灰灰居然画了这么多我等等 这些笔触 似乎跟那副破晓的手法一样 杨承轩告诉他将一挥一个月前 因抑郁症自杀胃骨 醒来后病情有所好转 在家人的鼓励下参加了注梦杯 听到一个月前 周静恒想到那恰好是灰灰出世的时间 接着猛的起身 两个画手的笔触怎么可能完全一样 世上不会有那么多巧合 将一挥一定是灰灰 突然被一挥打了一巴掌 周静恒满脸委屈 看到哥哥打喷嚏 妹妹告诉他今天降温了 要不还是回屋画吧 一挥告诉他就是鼻子痒 妹妹直接上前 那就是有人在远方想你 喷嚏打得越多 就代表那人想得越厉害 一挥赶紧让他别胡说 诺 你要的漫画头像 看看哪里还需要改 妹妹接过一看十分满意 哥你画得好棒啊 如果在网上接单 这种质量的稿件一定能赚很多钱的 此时妈妈从厨房出来 你们两个小鬼头 谁能来帮妈妈端菜 一挥赶紧准备过去 让大画家休息 想着妈妈和一挥 为自己的病付出了这么多 自己也是时候出点力了 也许画画真的能帮家里减轻负担 突然听到外面有人敲门 一挥还奇怪是谁呢 一挥告诉他可能是自己同学 说好了这两天来家里玩的 于是一挥就过去开门 是一挥的同学吗 快请进 看清来人是谁后一挥顿时被吓到 周静恒十分激动 灰灰我终于找到你了 一挥不断挣扎要推开他 然而周静恒却死死抱住他不放 我好不容易找到你 是不会轻易放手的 这时一挥又想到了 前世周静恒的那些朋友说的话 他根本就不爱你 谁会喜欢一个傻子 你还想再死一次吗 一挥顿时被刺激到 猛地推开他 滚开 接着给了他一巴掌 周静恒一脸委屈 你居然打我 你以前从来没打过我的 屋内的妈妈和妹妹 听到动静赶紧出来 奇怪发生什么事了 一望一看是周静恒 还以为这是什么 隐藏摄像机的节目呢 妈妈看出来情况不对 直接挡在一挥前面 先生 请问你有什么事吗 周静恒赶紧后退 抱歉 我敲错门了 想着不能操之过急 不能再吓到他 得让他慢慢接受自己 回去后一挥饭也不吃了 妈 我有些困 先生去睡觉了 妹妹不明白怎么回事 那也不能饿着肚子睡觉吧 那个人怎么看都像横横 我哥怎么一见他就跟见了鬼呀 妈妈告诉他 明星怎么会出现在这种小地方 都说是找错门 心虚只是长得有点像 楼上一挥躺在床上瑟瑟发抖 我不是他 我不是傻子 我是江一挥 这时收到短信 是陌生号码 一看就是周静恒发来的 红当当一挥的反应 周静恒断定他就是一挥 没有人比我更熟悉他的小动作 找到就好 找到了 就能带他回家了 灰灰 无论付出什么代价 我都会弥补你 请你再给我一次机会 一挥听从医生的建议当面 拒绝周静恒 奈何他依旧坚持不肯放手 那天晚上一挥被周静恒刺激到 于是再次找到心理医生 医生贴心地给他倒上茶 不要把我们的谈话 当成医生的例行检查 有什么烦恼都可以告诉我 一挥有些犹豫 接着告诉医生 自己遇到一个老朋友 医生听出来 他好像并不想跟这位朋友继续交往 一挥表示 他来找自己可能是觉得愧疚 也可能是家里逼迫 我不想他打扰我的家人 也不想再见到他 医生问 一挥如果那位朋友是真心的呢 不是因为愧疚 也不是因为家庭 仅仅是因为他想这么做 一挥一听十分激动 不可能 想着周静恒明明知道自己已经死了 如果他是真心的 那自己又怎么会死呢 医生赶紧上前安抚他 根据你的描述 对方性格强势 玩具可能不太适用 最好的方法还是当面拒绝 下次记得明确告诉他回不去了 还有 以后不要再见面了 这天晚上一挥在河边画画 是我前几天吓到你了吗 一挥放下手中的话 那天打了你 对不起 听着他的话周静恒满脸震惊 想不到灰灰居然主动跟自己说话 赶紧回答他没关系 你也不是有意的 接着上前抓住他的手 灰灰 我是来接你回家的 家里的画室已经布置好了 朝阳的房间你一定喜欢 玩偶也都洗干净放在床上 你想抱哪只睡觉都行 一挥赶紧把手抽回 你认错了 我不是你要找的人 周静恒有些生气 你不是 那你是谁 一挥告诉他自己叫江一挥 不是他要找的 话还没说完 下一秒就被周静恒用力抬起下巴 你看着我 说你不是灰灰 看着我 再说你不是 一挥瞪大了眼睛看着他 我不是你要找的灰灰 我不是 回顾这不可置信的人生 作为一挥的自己是地面徒劳翻飞的尘土 而江一挥则是天上灿阳清洒的光辉 老天给了自己一次重来的机会 不是为了让自己重蹈覆辙再度沦为效果 接着猛地挥开周静恒的手 郑重地告诉他自己叫江一挥 不是他要找的灰灰 周静恒十分激动 不可能 那次在画展 你的反应怎么解释 还有 你为什么要画我 一挥告诉他在画展那种公共场合 被一个陌生人拦住 正常人都会紧张害怕 那张画是受我妹妹的影响 他是你的粉丝 我参赛的时候不小心画出与你相似的轮廓 后来觉得这样有侵权嫌疑 就主动赔付违约金把画撤回了 周静恒冷笑一声 不小心 好一个不小心 接着上前紧紧抱住他 别骗我 别想骗我 不管你变成什么样子 我都认得出来 这天晚上周静恒给杨成轩打去电话 因为一挥电话关机 让他帮忙查查有没有他的其他联系方式 杨成轩对他一顿调侃 有 少爷 你人不都跑他跟前去了吗 还要什么联系方式啊 周静恒把那天的情况告诉他 杨成轩听着也是一点也不意外 这两人扒竿子打不着的关系 你非要说是一个人 周静恒坚信他就是一挥 自己不可能认错 杨成轩都被他气笑了 周静恒 你是瞎了还是真疯了 一挥人都拖到火葬场烧了 你要是想要骨灰 去问他家里人拿 而不是跑到那个地图上 都找不到名字的南方小镇 周静恒笑了笑 你就当我疯了吧 我别无选择 没有一挥 我活着毫无意义 杨成轩也是被他整累了 你真是 算了 等着吧 过了一会儿一条消息推送过来 周静恒拿起手机吻了上去 如果这真的是一个梦 我宁愿秉升脸气 永远不要醒来